诺富特饭店爆发群聚感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周将针对全台防疫旅馆总体检 未来桃园将由两家独栋防疫旅馆负责接待外籍机组员彻底奔舱奔流 而桃园市长郑文灿针对诺富特饭店清空后 机组员的防疫旅馆需求已经协调了三家防疫旅馆提供房间 至于诺富特追溯15号到28号的房客初步统计有777个人 其中285个人涉及在桃园 但如果只是用餐参加活动或是婚宴就没有被纳入 但呼吁还是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不过30号嘉义鼓励中诊大学也接获了卫生局的通知 表示学校里面有4名师生跟确诊的个案同桌共进晚餐 被紧急安排居家隔离 而全校师生必须要进行自主监控14天 将展开全校消毒机制 而4名师生也改采远距教学 希望全校的人员健康度过检疫期 好原本疫情相对在北部 现在连嘉义中诊大学都接获通报 就是刚刚提到的4名的师生 甚至连他们吃饭的这个地点 嘉义的民宿老板跟老板娘等于6个人都受到了影响 因此他们的大家长翁张良就赶快提出了最新的讯息 告诉大家其实这6位的PCR检验结果 好在目前看起来都是阴性 而且全校会进行大消毒 不过依旧全台湾不管你在哪个地方 现在疫情升温 最好还是要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外出都要戴口罩